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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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指数中场上涨96点 说在16719 月线站回来了 量缩今天还是只有2819亿 这个礼拜连续三天 量都不到3000亿 但是出现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是 今天三大把人 持续手牵手都站在买方 第二个是 大盘贵买指数 今年八月份 同步八月初灌破了月线 今天同步都站回了月线 是个转折吗 还有今天 无论大盘贵买指数 上涨的加数都远远多于下跌 接数三倍之多 重点是今天 高价股再度上演了比价下影 先来看电子族群 电子 台积电 鸿海 还压在季线之下 但是最近 联发科今天虽然小跌 连续两天首稳季线了 对于高价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说到了高价股 信华挤下了世心 现在变成了股王了 在今天持续上演股王争霸战 信华也涨 世心也涨 于是带动了IC设计股 在今天持续的抢抢股 消费性电子最差的状况 已经过去了吗 今天请专家来前瞻 到底接下来消费性电子 谁有机会先从谷底翻扬 今天AI族群 当然还是盘中的角色了 上涨的是这些 但请注意很多今天开高走低 说到了开高走低 这些都是压盘的重心 为什么开高走低 哪些资金在走 今天要大减是一般 资金今天跑到了瓶盖股 瓶盖终于要问世了吗 iPhone15到底有多诱惑人 当然除了瓶盖之外 国防航太展9月即将正式登场了 今天还有追加的买盘 有一些今天涨但是KD 黄金交叉 还有技术现行的优势在这里 能不能追 怎么追 今天全盘都要请教专家 亚洲股市今天看起来涨跌互践 但是台北股市今天重点 我们要带您看看 2024大选倒数计时135天了 淑芳老师请您上台来 倒数计时135天 真的交易只剩下90多天了 我问淑芳老师说 总统大学的行情今年 到底有没有谱啊 淑芳老师说四个字 叫做倒吃甘蔗 怎么说呢 对 其实我对总统行情上面 倒没有太多的一个期待 但是我对景气行情 我是很有期待的 是 因为这一次的一个总统 蓝白有三组候选人 对 然后绿的呢 实政党就一组候选人 其实大肆底定嘛 除非蓝白和用气宝效应 否则干嘛要谈总统行情呢 那美国真的是竞争的很激烈 可是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要回归回来 当美国它的竞争很激烈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性 以及在这个时间内 为什么你既然说 没有总统行情 你又认为总统大选ING的原因 倒是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 我们国华会告诉我们说 7月份的景气退号讯号灯 虽然持续是蓝灯 非常的犹豫不入 可是呢 他认为已经是谷底 第四季即将有机会变灯 因为7月份 他已经连续久蓝 这个蓝是跟2009年的雷曼金融风暴 是一样的 他长度已经这么长 那告诉你说 他再低迷的可能性就很低 那这是国华法医说的 那我们再看看 我为什么跟他讲说 我不是认为说 我们一定要去定调总统行情 而是告诉大家 2024年真的可以乐观的几个理由 第一个我们说AI 他其实AI伺服器 只是AI的演奏曲里面的第一部曲而已 再过来叫做什么AI晶片 你有没有发觉到昨天特斯拉的股价大涨 他就说大家今天就全部去买车用电子 概念个股 错哦 昨天特斯拉之所以大涨是Mask说 我要买回答座的AI晶片里面的伺服器 我要自己设计AI晶片 那所以他会是最快速的AI晶片 所以AI晶片才刚刚要开始而已 Mask Meta的主博客 跟所谓的Google的皮茶医 这个CEO 那更不用讲 挥打的黄仁勋跟微软的比尔盖茲 比尔盖茲从来不做晶片的 是做软体的 他要做AI晶片 他们全部在9月13号 哎这么巧 也是9月13号 对不对 为AI政策基础发展方向 他定一个方向 你的AI到底要怎么发展 他定这方向为的就是什么呢 很简单 你要打击中国大陆 也就是说 你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规格之上 不准迈到中国大陆 他要拥有AI的什么监督权 我是世界的领导 AI就是未来科技产业的一个 所谓的潮流 你们通通要听我的 所以我们在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台湾会立在这种比较有利的位置 那主中国大陆进入这一场 AI人工智慧的赛局 我们再看下去 为什么说 其实是可以看到你的机会的 因为我们本身来讲话 在超级晶片 我们是落后的嘛 可是辉达呢 他居然在这一次讲说 他估计本季的营收会到160亿 正负2% 这是计真多少 计真18% 我们台湾说计真10% 就已经好到个爆 对不对 他可以计真18% 那前一季是多少 135.07 这也是优于市场的预期 那是不是就告诉你说 他的超级晶片 供给面要增加了 再过来呢 你供给面增加 也代表什么 你的需求面增加 因为大家预估到明年 整个AI灰达的一个晶片上面 是181 180亿美元去做起跳 那就需求面跟供给面增加 那如果你的需求面跟供给面同步的增加 那我们台湾下游的组装 你的伺服器的组装会不会更多 你一定是更多嘛 所以就推动你AI伺服器 我先跟大家讲营收 不要跟我讲8月营收 这个我就跟大家讲 AI伺服器就是第4季营收 所以8月份的AI伺服器只有小量 因为你拿到 你拿到了灰达的晶片 你要组装啊 很多零组件到最后才是整整�出击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要知道AI伺服器是8月微出量 所以你9月看到8月营收 AI伺服器怎么营收表现不如预期 请你不要来讨论说 为什么还没有看到数字 9月份 9月份的出量才会开始增加 第4季叫黄金交叉 所以我才会说9月份 ING就是震荡低接 大家看不清楚的 你就看到所谓利空 你就去买就对了 因为9月的营收是10月 才公布很多人只会看过去 我现在只会告诉你说 8月是叫微出量 微幅的出货 9月出货量开始增加 10月黄金交叉 那2024年半导体的第三次典范的移转 这个叫什么 小晶片 大家有没有看到 特斯达也要做晶片 Meta要做晶片 苹果也要做晶片 然后整个全部都要做晶片 那个就是叫第三次的典范移转 这是第二部曲 所有的AI晶片 会在2024年百花齐放 所以他就会在2024年 连台积电都会因为他们百花齐放 开始复苏 所以有利于半导体产业的复苏 譬如说细致材 晶圆代工 先进封装 Cowars的一个供给面 会比今年增加一倍 一倍以上 那消费性的电子 我们说今年虽然是L型的复苏 你不知道需求什么时候出来 因为中国大陆的关系 可是你可以从报价就看得出来 不管是NV 记忆体 面板 跟PMIC的报价指叠 但只是等待什么 需求上来 反正你就是落在这里 等等等等 你综合一天可以等到什么 L这样子写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是他综合一天会这样子 这也是L啊 对不对 可是唯一的问题是说 你今天里面买AII IC设计的晶片 它可能跟第三次典范移转 比较没关系 第二件事情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未来里面中国大陆 IC设计公司的晶片 在年底前 会有个砍价求售 砍价求售 对所以你买IC设计晶片 一定要留意我刚刚说的 因为什么 因为如果不砍 你将来要任务库存叠价损失 了解 在明年的年报 所以在年底之前 可能要留意中国大陆 尤其是一些销售在中国大陆 为主的IC设计公司 你这个时间点不要碰 好我们今天IC设计 困人会把大家准备一个专题 所以刚刚提到了这些 还有刚刚提到 我听到 蜀方老师说的关键制 趁着9月的利空的时候去卡位 对你就震荡的时候去做一些低接 那再过来我们说 为什么在景气上面来讲话 我们说因为景气是L型的嘛 那问题我们台湾里面 为什么台币不会这样升值 造成外资买呢 有买好像没买一样 因为我们低率率率差太大 可是我们现在里面来讲话 大家就开始看绿电军工 活房规定 就是我们现在政府发包 有没有发觉到 就是希望你自主力要提高 所以发包工程越高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你这个时间点 你要期待什么 蓝白绅士要上来一点 对 这边来讲政策的利多 才会更多 你不要怕 不要怕说谁出来几组人 你就是要蓝白的绅士 里面来讲话 有气宝箱也好 共推熔煮也好 然后政策牛肉才会有很多 所以在你牛肉才会多 我穩贏的我管你干嘛 对不对 你就是要不穩贏的过程中 我们要求的政策的利多 牛肉才会越多 所以这个地方的政策利多 只要看到民调势均力底 他就有机会开始 对他就会 再给你 再给你 就是会叫 会闹得小孩有糖吃的意思是一样 那美国利率短期是不会降的 台币不会升的 外资的买盘就是这样温温的 所以你要看外资的买盘 要增温 就是要清台币 开始什么 开始强力的升值 对你看最近都一下升一下扁 那就没办法 那就要靠内资 那中美贸易战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这个时间点 大家说像今天 某某周刊说 你这回答要小心啊 不然的话 你全部都要靠台湾 你这样的话 会有地缘政治的危险性 你们都这么说 那为什么来找台湾 不然你去找中国大陆啊 就跟你讲说 在这种情况之中 大陆又通缩 是我们出口的一个最大国 消费力不振的情况 你一定要选股 是 因为国发会也讲了 今年的经济复苏 第四季的景气最后性 的一个改变 它会分别在不同的产业 它属于倾斜式的复苏 那我要讲 我做一个比喻 意大利比萨铁塔 大家都觉得买倒买倒 对 所以这个一样 就是倾斜式的复苏 买倒买倒 都买倒 而且大陆的政策要偏多 反正只要大陆的综合指数 跌到3200点之下 你就可以发觉到政策会偏多 譬如说降证交税的印花税 降融资保证金 不准在IPO收资金 这个就是中国大陆要持稳 持稳 最烂就是这里 那2024年怎么会没机会呢 当然是有机会的 回归基本面重产业 随时调整投资组合 我跟大家讲 我最怕一种投资人就是 只会做电子 或是只会做非电 一点意思都没有 电子七成当然做电子嘛 对不对 那你电子降到六成之下 到五成之间 你当然做非电 按照资金流向比 来去做一些调整变化 不然的话电子过热 对啊过热 所以电子现在就是这样 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 问题是你的非电 如果不到三成的资金 你就看那个国防军工概念 一下涨停 一下跌停 一下开地一下走高 就是在那边混 所以一定按照资金流向 然后再过来九月份 跟他讲八月份 还不会有AI大量的出货 九月份 采取震荡低阶的方式 低阶 低阶 因为平盖个股 你敢保证 i15卖的好吗 不敢 你不敢吗 今年平盖的拉货 我们在十点钟 十分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你在这种过程 那你九月十二号出来 万一又有一些往下 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所以九月份采取震荡低阶 迎向 重点在这里 这一句话 第四季是向上爬楼梯 营收一月比一个月好 连台积电都是如此 不要管苹果 台积电都是如此 那你说 可是你股票 总不能一直包在手上 那你就个股上面 配合日KED操作 交叉向上你就买 交叉向下你就买 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说 一档个股一直抱在手上 都没有任何的动作 哪一些可以锁定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来看 在今天大家要讲 8210的行程 因为今天银帮涨停 对 3693银帮 可是如果以伺服器的比重上面来讲 最高的会是在行程 8210行程 那我刚刚就讲了 因为行程法说会他讲的很清楚 我六月份他是0.6 他说不怎么样 银帮很多 可是问题就在于 因为行程 他是因为传统伺服器掉下去 AI伺服器上来 否则以他的营收 他怎么可能一个月会赚到0.6 表示他毛利是涨的 上来的 那他到AI伺服器到2024年 他会突破20% 现在目前市场上面还不知道 他会突破20% 而且他会做一个叫做什么 AI伺服器饥渴的什么 系统 也就是说他会做个系统 你不一定要买我的机可 我可以帮你做 帮你设计 那第四季开始出货会明显的增加 单季会挑战将近3块钱 单季 那他下一个月是0.6 他单季要3块钱 那明年的获利 你看为什么大成长 你一定要选大成长 他的占比会拉到两成以上 今年7块多 明年会将近13块 所以这种就是大成长的 你自己留意 我说因为8月营收 还不一定出来 我们看一下行程 其实股价很硬挺 对你可以发现 明明我跟上 最近大家要反过来想 最近会涨的都是之前有利空的 你会发现 这个也是6月营收0.6 怎么那么强 然后最近里面四星是不是之前也是 第二季财道不如一起打下来 所以如果说他们都可以挺在这里 又有利空 那就很奇怪 那就是有人在顾 水晶姐震荡低接 像这个姿态这么高 什么叫做低怎么接 月啊月线 月线附近自己去做一些的低接 因为这种 我估计他8 9月营收大概就会出来了 OK等得到月吗 等就是要等到月线 如果你担心等不到 譬如说你要买两张 就先买个一张 了解 行程 OK星星 最近里面大家都讲PCB 其实PCB低价个股 很多本益比都非常的高 并不是低价就代表低本益比 要有这种概念 那我为什么会选出星星呢 第一个他还没涨到 他是所有的AI概念个股没涨到 那他后面有个很大的故事 我相信看工业院的报告 大家也知道说 他觉得ABF的基板 未来里面来讲会大缺货 但他不是指所有的ABF 他要用在AI伺服器里面的部分 也就是说他用在我是的部分 那为什么说他有可能会 未来里面来讲话 因为我刚才讲说AI伺服器 都以至少明年的20倍本益比起跳 那为什么他有机会 第一个他的层次板不一样 他跟一般ABF不一样 那第二件事情 今年的AI伺服器的基板 没有星星 大家都搞不清楚 其实没有星星 是日本的AI伺服器 可是明年里面 甚至第四季以后 星星呢 就會第二供应商 AI伺服器之后的第二供应商 对 那如果一件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COWERS今年1万片 到年底1.2万片 明年是2.4万片 那谁能受贿 那就是他 所以他这个部分里面 他今年是7块多 明年也是11到13 获利预估跟秦城差不多 股价184块钱 那跟不管是定盈比 或是今天掌停板的益加比 他的本益比很低 甚至跟见顶跟金像店比 他的本益比很低 那重点是这一个 OK 这一个会造就他股价未来的一个发展性 但是这是明年有望的题材 所以股价的爆发力 以及成长性 怎么看 我就跟他讲说 这一家公司 为什么跟他讲 他这一波下跌是不是就利控 例如他公司做第三季没成长性 可是那为什么不跌 还在这里所有均线之上 对那我跟他讲说 为什么要注意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所有均线纠结在这里 他纠结在这里 他只要一有量 他的速度会很快 所以这个部分你自己留意 一有量速度会很快 一有量速度会很快 所以你只要看到量出来的 他的所有均线会开口 他就会直接去挑战前高 了解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好星星 然后再过来就是这家 这家很多人讲我就不多谈 然后他纳入到MSCI的成分个股 那在最近大家说 那为什么去买技嘉 为什么去卖伪创 为什么去卖广达 为什么卖光宝科 其实这都不是基本面问题 我告诉大家原因好不好 原因就是高股息ETF 调整00878 纳入了技嘉 对 然后把技嘉权重调高 就有一些人调低 所以就卖 那跟基本面是没关系的 那他就是好处就是 不是只有00878 我们知道还有个叫MSCI的ETF 那这个部分还有0050 所以这个部分 就会造成技嘉的一个买盘 没关系 技嘉的操作策略 等一下盛吉老师会告诉你 那加折的部分 这就比较高价了 但最近里面他开始转强 因为他有集单 他法说说他有集单预注 下半年会比上半年来得好 那再过来就是我们 总不能都讲电子个股 要讲下军工国防 军工国防 因为千负精密 当然是最活泼的 6829千负精密 那可是我们可以发觉到 5222的全讯呢 在最近法人买蛮多的 原因就是因为 大家不是说卫星通讯吗 他的订单是增加 不过我要先讲 军工国防 没有一档 是低本益鼻鼓 没有而且都比AI高 那你要操作就是操作 全局提债按照技术面 再过来能源股呢 其实除了华城以外 其他都很弱 可是华城的一个本益比 又很高 那今天比较强的是 因为身为人员 他法说说他旗下的 富威电力取得绿电 受电的一个执照 那相关的个股就是 市集刚才华城市电 中兴电 你自己可以去做一些流益 那看看整个驻华 看哪一档 操作策略全讯跟身为 我要看一下 先来看到全讯 今天收181块钱 所以我觉得军工国防概念 个股里面跟碳权交易 概念个股一样 国防展之前先卖一趟 先卖一趟 回来再说 因为我刚刚讲说 他本益比不低 那再过来你来看 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你来看一下 他量都在这一块 这一戳 我跟你讲 如果你的量是在左边 你就担心他是逃命 这是最基本的 如果你量大是在这一边 你就不用担心 那因为你的量大是在这边 大家就不要担心 所以你可以拉回 沿着无军线去做操作 可是到这个区块的时候呢 就不要追高 了解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但是整体的国防航太题材 有政策的选举题材 但是国防航太展之前 如果有涨先走一波 先走一波 然后回来之后 发觉到 譬如说对岸又发出 比较嗚嗚嗚嗚嗚的声音的时候 你再来注意一下 好 森薇能源最后一档 森薇能源你看 就跌跌跌回什么 跌回起涨区 对他也是这边的量最大 所以现在要先看跌升的反弹 那跌升反弹 就这边这一块 先不要去做一些追高的动作 观察一下他基本面的变化 因为他基本面主要的原因 今年本益比太高了 上半年赚不到一块钱 他如果整个一个订单营收 开始去做增加 或是他的公司开始集团就这样 就正微集团 那那个时间也可以再去做留意 了解 好 谢谢淑芳老师 请先回座了 所以今年有没有选举行金 淑芳老师说 跟我们自己的选举 现在在这个势均力敌 这个势力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跟景气有关系 国发会已经先告诉你们 第四季有可能变灯 在众所政策之下 操作策略以及相关的个股 提供给你做参考了 不过AI 是不是还是尽其的主角了 刚刚淑芳老师有说 最近华尔街的空头 持续的在看空AI 怎么说呢 提出了三大警讯 再加一个 这是资深的分析师叫陆行之 他说 小心 现在晶片的客户对灰达 有重复下单的疑虑 这到底是真危机 还是因为股价太贵了 看回不回的酸葡萄心理 休息一下AI概念股的操作策略 社稷老师告诉您 好